刚才吃完饭我去萨尔维码付款 我妈妈说你这个在干嘛呢 我说在中国都是这样的 你直接拿一部手机去萨尔维码付就行了 现在还带她去地铁看看 妈你看可以用一部手机就可以进去 爸妈中国厉不厉害 厉害 中国真厉害 外国人特别佩服中国的治安 那么大的国家治安这么好 还有特别佩服中国的物流 中国的铁路 中国的这个地铁高铁高速公路 我们现在说说外国人最爱中国的极大原因 第一个 哇 这么多 第二个 外卖很棒的 第三个 热闹 四个 中国人很热情 外国人尽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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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国尽量 这么大的国家 人口也挺多 但是他们能把治安弄得那么好 而这国家到现在还是用信心 让中国尽量一个手机全部能搞定 尽量 外国人 外国人眼里中国最牛逼的是什么 就是中国的手机服务方式 非常的厉害 只有一部手机 你在吃饭 就送货车票 飞机票 一切都搞定 哇 这个怪怪 这个不得了了 厉害 以前在国外 很多商店门口都写 中国人不允许进来 现在看到中国人都说有钱人来了 在巴基斯坦 很多地方我们需要排队进去 但是中国人一直一来 来了直接就进去 自编全网精品视频群社区 微信搜索ZP5590 ZP5590 关注后即可免费进群 然后我们发现 我们将推进屋臂 点赞 那么 对 我 你 我 你 我